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早上五点十分 从美国坐飞机到台北 然后呢我就回家 可是你们平常会问他们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那就不是定义 对不对 那个叫做询问 对不对 询问 然后呢我如果下面加了一些形容词 或者加了一些名词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五点半从美国到台湾 然后呢我就来学校上课 好辛苦 我里面有报道性的语言 对不对 我有没有表情性的语言 也有嘛 对不对 好辛苦 那你们就开始说 那老师请你对飞机下定义 飞机什么意思啊 飞机我就跟他说 飞机是一种交通工具 对不对 它是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一种交通工具 可不可以 那就可以下定义 甚至你还要更厉害的话你说 我今天早上请你给我下定义 我 我是谁 我是黎剑球 然后你说这个定义不够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下定义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用比较二三四 这种比较简单的语言 我们来下定义 好吧 从二号开始来先做 好吧 等等我们再来看看 那你先讲一段话 比如说你先讲一段你的遭遇 比如说昨天 前天 昨天是教师节 前天是礼拜天 再前一天是礼拜六 对不对 这几天都在家里待着嘛 对不对 或者在外面玩 那你想一件事情你就说 然后另外两个同学上 就问他的话里面的某些 你觉得可以去问的 请你告诉我那个话什么意思 这样可以吗 我们要定义一下老街这个词 老街 老街我们这组的答案就是 有历史文化 而且附观光性质的一条街道 叫老街 所以有历史文化 所以它有三个词 历史文化观光的一条街 对不对 三个词 在座各位同学你们觉得 这个对老街的第一可以吗 有历史文化 那这个有历史文化 在我们一般的意见里面 所谓的历史文化 至少要超过多少年 它才算的 两年算不算历史文化 十年算不算 十年算不算老街 大概也不算吧 五十年算不算 五十年应该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概了解 那但是老街有没有超过五十年 不知道 不知道 要去考察 所以 然后呢 你这个不是表情 是报道性的一条 对不对 有历史文化 所以我们这时候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词 有超过五十年以上 有历史文化 值得观光的一个街道 对不对 值得观光的意思 然后又可以再加定 是什么 可以散玩 采买 可以 就是说可以吃喝玩乐的街道 对不对 我们常对老街 因为有的老街 那个词只能观光 看 对不对 那这个淡水老街 就是说 未在淡水的一条 超过五十年的 具有历史文化意味 且可以吃喝玩乐的街道 这个叫做淡水老街 如果没有淡水两个字 拿掉 老街 吃喝玩乐就不一定 因为有的老街只能玩 只能看 不一定能够吃喝玩乐 这样懂吗 凡事 凡事上课 凡事上课 凡事上课中教室有冷气 都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好 如果 这个话不像 看它像口语嘛 对不对 所以 只要是 有冷气的教室 都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对不对 好 下一个同学 你来取一个例子 看 这个拔辣很好吃 这个拔辣很好吃 所以它没有用 凡事拔辣皆好吃 他说 这个拔辣很好吃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拔辣是全程还是偏程 你不要讲 有没有猜 你说 全程 为什么 因为它有指定 有指定 比如说这个 很好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全程 对不对 有些拔辣很好吃 可是你说这个拔辣 可是你用了 你看 与此表达 就是 当我心里想说 有些拔辣很好吃的时候 你却用了这个拔辣 当你使用这个拔辣的时候 就指定了嘛 所以它就全程 所以 如果你心里想的是有些 就麻烦了 你要讲笑话 有男女生约会 男生跟女生说 我们今天晚上处理完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 好啊 那你要吃什么 随便 当女生说随便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随便 一点都不随便 为什么 因为他也全面五圈否定 那男生就问他说 那我们去那里操饭 不要 客来操饭 不要 去那里操饭 不要 那你到底要去哪里 随便 所以他的随便是有指定的随便 不是没有指定的随便 所以记住啊 话中的语要清楚 所以一个男生 如果要真的要 你听到女生讲随便的时候 你就不能随便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rar复杂 导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